嘻嘻嘻嘻 哈囉大家好我是HAMO 好的來我們的模擬召喚克羅尼克戰機 好今天我去薩摩拉所以 沒怎麼玩玩一下下而已 玩一個小時而已 就一早出門嘛然後很晚回來這樣 10點左右才回來 那現在已經一點了半夜時間一點換日了 很多任務都沒怎麼做 好這邊有新的活動關於那個成長之路的你可以來做發送禮物這樣 然後用這些模擬來完成任務我都還沒有做啦 然後可以做道具 做一下 就可以做道具 可以看一下他的內容啦主要就是50個生命氣息嘛10個魔力精髓3500天空死 然後這是有一些傳說符文啦 神秘召喚書啦 你可以看你要做什麼 這個是1500然後這是700 不過這還有一個籃子啦 嗯這邊還有一個籃子就對了 好那個道具就來看一下吧 剛剛已經看到內容了嘛 不是這個啦我先把一些雜物給開開 這個背包你也可以去買擴充嘛 那個商店有 可以用紅寶石購買 不然你背包也會爆倉啦 就是要經常整理嘛 呃跑去哪裡了啦在這裡 好就這個 就這個還OK吧 小活動 他不時都會退出這種小活動嘛 喔因為剛換日子現在還沒做 沒關係 然後這個貝殼收集活動我這次運氣不錯給大家看一下 12345678 第8次就開到這個20格 沙漠女王碎片 我都是拿去把我的那個火沙漠升級技能啦 所以火沙漠戰典就可以拉起來了 那你抽到對不對 你就就重置吧 剩下兩天而已 剩下兩天要很拚就是你要花很多資源去弄啦 這個應該大家都會啦就是拚命做這些嘛 這個一個就是代表一個鏟子嘛 好那六個鏟子才能開一個啊 那就要趕快花紅寶石去 獲得這個入場券或是去想辦法去刷 去獲得這些 我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再拿到一個啊 拿到一個20格碎片不知道 還不確定 來看一下吧 模擬 我現在差兩個技能吧 這個六幾刀這個三幾還差兩個 所以我這次模擬 目前是八萬三 沙漠女王 就如果你是無刻的話 你就先練一隻五星啦 其他就是以三四星為主 三四星目前是 風小仙嗎 風仙子 光鳥嗎 還有這個功夫貓 風屬性的 這三隻嘛 那其他的推薦我會我們來推薦一下好了 就是你這三隻練完之後你還要還可以練哪些角 然後練哪些陰那些魔靈 我先來推薦一下 然後推薦完之後 再來100抽好了今天就這樣 我今天就玩這樣子 主要是我也沒什麼充戰力啦 戰力就288000而已 喔我60等了啦60等換上一把武器 這把武器大概要加幾千吧 3000 然後就一把武器3000 這是副武器就是你你組裝備的當然是戰力比較多嘛 裝他其實他好像只有25%吧 他加了戰力會少一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圖鑑吧 上一期我有推薦那個火屬性的喪犬祭司嘛 來看一下喔 跑去哪四星是不是 我們來找一下 好這邊 好這邊 當然是看覺醒狀態的啦 然後 呃 看一下他的詳細技能是 這邊看的到詳細技能嗎 喔這裡 一樣我們看最高級的好了 這隻 這隻你在路上應該蠻多人都會用 就是你看大家用什麼就跟著用什麼 這隻我還沒有抽到但是火屬性的也是可以用 好他這招就是恢復我軍體力嘛 就奶媽嘛 然後奶媽之後如果是 學比較低的 隊友有這個無敵狀態啊 所以他還不錯有無敵盾 無敵 好無敵 然後是自身的體力上限 所以他的服務也是要衝高體力 喔這個 這隻四星的我覺得也是要好好的練一練 因為有可能有些情況下會需要無敵啊 比較能讓你的 那個隊伍可以存活 好 那其他屬性的 其他屬性的可能就沒有無敵盾吧 是不是好像沒有無敵盾 就所以大家都推薦火屬性啊 你看其他屬性的就沒有無敵盾了 好所以是 這個 上全祭司他改名字了啊就是你你你你衝完之後他就改名字了 克洛伊 這隻 我上一集只有稍微提一下嘛沒有仔細看 好那水屬性通常都是推薦水鳥嘛可是光鳥可以取代水鳥嘛 所以就 不用練水鳥啦 不用練水鳥的話有一隻那個古樂 這隻我有 這隻小猴子 很可愛但是他 他覺醒之後會長這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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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兇猛啊這麼兇猛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就是有什麼可取之處 他只有兩個技能嘛 這普攻啦 技能1跟技能2 好這邊的目標就是解除目標的無敵 呵呵呵 上全無敵然後他解除無敵 而且水克火 簡單說就是他拿可以拿來克那個上全祭司啊你遇到人家用那一隻上全你就就上這一隻嘛 解除無敵然後增加自己的防禦率 成功解除之後可以再增加自己的防禦率 好攻擊力609 然後這個這個是要6我們看6幾的 700多 快800% 然後10秒內防禦增加一階段嘛 解除無敵這樣 技能3的話 對周圍敵軍造成以自身防禦力為比例的傷害 然後賦予自身護盾 然後可以挑釁周圍的敵軍 效果就在這邊 就自己有一個護盾嘛然後可以挑釁周圍的敵軍啊 然後造成敵人自身防禦的傷害這樣 反正他就是一個坦克吧 坦克 可以破無敵盾 推薦一下也是可以用 他應該是三星吧 那他三星啊 原始是三星啊 比較容易抽到啦 比那個上選祭司 好抽多了 上選祭司我都沒抽到 待會100抽看看吧 這個四星沒拿到 風屬性大都是用那個 功夫貓嘛 所以就功夫貓 基本上你要練還有小仙子 功夫貓小仙子都要練啦 這個以前都推薦過了 然後女巫也要練嘛因為女巫有靜寮啊 四星的女巫有靜寮嗎 在這裡 他是一星在上面喔難怪不好找 四星在下面 反正我自己有練的就是小仙子嘛 這一隻 然後功夫貓還有這個 這一隻 這一隻因為他可以靜寮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 光屬性就光鳥嘛 對不對光鳥 光鳥的話你用那個卷軸去把它換出來 他跟水咬就差在那個 他有一個復活啦 他這邊有一個復活 覺醒變化之後就是有一個復活多了一個復活 他是恢復的時候是死亡是目標體力喔不是支撐體力 他是恢復目標體力 目標體力恢復34% 好那暗屬性的 暗屬性的話目前 有一隻也是大家蠻常用的 這個鳥聲 女妖 這一隻 我還沒練就是也要練一下 喔這隻三星的鳥聲女妖 來看一下囉 好這邊有暈眩 簡單說就是可以暈敵人控制 呃攻擊兩次嘛 然後沒事攻擊是359x2啦 然後有暴擊命中的話可以暈眩 暈眩的話是65% 當然是要練完啦 練完情況下 然後這一招是 後防吧 後防 這邊有標籤嘛 他的特色就是 暈眩加減防 死亡印記 兩次這樣 這邊可以標兩次 死亡印記的效果就在這邊 減少防禦力一階段 好 大概是這樣吧 五個屬性推薦可以練的大概是這些 三四星的啦三四星 五星的你就 無刻就先不要想吧 因為沒什麼資源可以練 今天我如果抽到的話 抽到那個水吸血鬼可能也是 也是不好弄啦 也是不好弄 這個圖鑑沒事就給他按按啦 有點獎勵啦 有的會加戰禮 有的不會 好 大概是這樣吧 有的會加戰禮 這就雜物喔 抱歉剛剛按到麥克風 因為我 今天 一直過敏一直咳嗽 不小心把麥克風按到 我不知道按多久啦反正就按到了 可能有一段沒聲音這樣 反正我剛剛就抽了 抽了一些券嘛 因為要來抽吸血鬼獵人 水屬性的我算是100抽的 好那就來吧 抽不到就保底啊 我就這樣 阿妹喔 火屬性的 霍兒火屬性的 好慘啊這1%怎麼那麼難抽啊 蜥蜴人 有紫色的 有紫色的光喔 有紫色的 有紫色的漩渦啊 有紫色的漩渦 好鼓勒剛才說完了而已又跑來 巨蟲 吸血鬼獵人來吧 吸血鬼獵人來吧 阿拉西 阿拉西一定不是阿阿拉西就不是 這隻好像用火屬性比較好耶 這隻阿 精靈我不知道啦 反正他就抽歪阿 這是會抽歪的啦只是說那個Pickup比較有機率而已 所以我其實心情沒有什麼影響 抽歪就抽歪了 因為新手玩到這邊可能也沒有捲了啦 喔已經沒有捲了 400抽了嘛已經沒有捲了 這個要紫色漩渦啦沒有紫色漩渦就沒了 根據我們的觀察 金色漩渦也沒了吧 金色漩渦也沒了吧 沒有金色的沒有 小惡魔冠軍 小惡魔冠軍 好成功保底了 成功保底 這是新的嗎 沒有也是碎片 成功保底 小惡魔冠軍 上全技師 但是是 風屬性的 好啦保底了 就200抽一隻 然後抽歪然後就保底這樣 好這大概是運氣最差的情況吧 就你200抽都沒抽到 然後還抽歪一隻 好 抽完 紫色有沒有紫色漩渦就有了 當然有啊因為是保底啊 遇強則強 遇強則強 沒資源練啦 可以練到70等啦 但是 你沒有那些技能提升的話 那個就差人家一大截 大家懂吧 大家應該懂那個意思 簡單說就是 如果你的那個 女王都沒有升技能的話 戰力會掉一大截啦 就是這邊可能就只有6萬多吧 我在想可能只有 6萬左右吧 因為大概一集大概就是一兩千戰力 真的可能就掉到6萬多吧 然後還有覺醒啦 覺醒也是需要 這個碎片嘛 所以我才說 無課你只能搞先搞一隻五星啦 那我只是先抽好玩的 抽好玩的來玩一下這樣 我們來升級一下好了好久沒升級了 這遊戲升級很快很簡單 好久沒吃這個了喔 這個 彩色史萊姆 好久沒吃 欸欸欸欸生命氣息不夠可惡 生命氣息很缺啊 我竟然把它吃掉了 好6 然後覺醒的話 魔力精髓 好沒了 生命氣息超缺 這個東西真的很缺 然後我先 我用個符文給大家看 就是你這樣子抽起來基本稍微練一練 戰力也就也就這樣嘛 呃刀刃跟基努 就是暴擊率 跟暴傷吧 有沒有這個 這個才這樣而已啊 看到了喔 大家知道這個差多少了吧 才5萬多而已啊 才5萬多而已啊 5萬多而已啊 剛剛那個畫面沒切啦 就是就算我今天氣勢等好了然後那個 覺醒稍微再弄一弄 再弄一弄 可能我差就6萬多啊 因為一開始那個女王也是這樣 就是會差在這個技能嘛 那技能的話你可以 你就是要用那個黑色史萊姆啊 黑色史萊姆很缺啊 麻煩 這是瘋的我還沒有我還沒有去拿 技能強化已經之前已經解釋過了嘛 他就是可以把人家秒掉 然後這套符紋是暴擊命中跟暴傷啊 你看我這樣是56%對不對 然後他自身會加30%啊 自身他的那個技能 給大家看一下這邊 這裡 欸我看一下在哪裡 可能要那個 可能要那個 可能要 另外一個技能 就被動吧 好像要被動 被動可能還要再覺醒一下 有沒有被動還要覺醒一下 這招吧 他會有一個被動啊 這邊看不到 技能資訊這邊看不到 可能要去圖鑑看一下 好我們看一下吧看一下吧 給一些人不知道人看一下 絕醒之後這招吧 這裡暴擊命中30% 有沒有30% 他是被動 其他傷害當然就掉下來啦 技能沒有提升之前 傷害沒那麼高 沒那麼高就不能秒人 所以他的暴擊率可以輕鬆的 衝到100% 我覺得啦 就是你那個符紋給他弄弄 一些 強化符紋的東西加個暴擊率什麼的 就可以弄到 70%左右 然後再加被動 那就100%了 那就可以暴 就可以暴 好反正我就玩玩看吧 玩玩看吧 好那這期就玩到這邊吧給大家參考一下囉 我推薦的一些模擬嘛然後100抽 應該說200抽薄底細血鬼烈有夠慘的 不過我的心情是沒什麼影響啦因為這遊戲也就這樣嘛 一%的機率一%的機率 好這個中年大叔啊 好的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贊開鈴鐺我們下期再見囉大家拜拜